现在景气回温了 但是科技大厂却大探有钱找不到人才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上次呢就非常知名的望虹电子呢 就表示说 台湾现在大学生满街跑 但是空有名校学历却没有专业 让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即使勉强可以找到用的人 但是很多都是所谓的灌宝宝 就被灌坏的灌啊 从小就被灌坏了 都想做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 也让不少业者大探 时下年轻人真的很难用耶